北京时间1月1日23点 英超第21轮 孙兴明任意球助攻 桑切斯第96分钟压哨绝杀 热刺客场1比0战胜沃特福德 反超慢连2分上升至第6位 第96分钟 孙兴明左侧任意球直接往门里抽 桑切斯在小禁区投球一蹭 把球顶进了球门 热刺完成压哨绝杀 这是孙兴明本赛季第4个英超助攻 也是他本赛季首次连续两轮送出助攻 这是一场前英超冠军主帅执教的较量 有52岁的孔帝PK 70岁的拉涅里 最终 凭借桑切斯打进的压哨绝杀投锤 孔帝显胜 这一场1比0 让孔帝完成10次面对拉涅里取得的第8场胜利 与此同时 孔帝在热刺执教至今仍然保持英超不败 战绩5胜3平 由于本轮阿森纳在主场被慢成2比1绝杀逆转 热刺在少赛两场的情况下 跟英超第4的阿森纳缩小分差至2分 热刺在孔帝的带领下 已经无限接近重返英超前4 与此同时 莫耶斯的球队西汉姆连本轮做客3比2击败水晶宫 取得两年胜后坐稳第5 跟身前的阿森纳缩小只剩1分的差距 英超正式进入白热化阶段 拉涅里执教的沃特福德 在主场4比1爆冷击败慢连后 吞下了联赛6连败 期间 他们4场比赛都是被切尔西 曼城 西汉姆连和热刺这些前6球队击败的 现在他们在多赛两场的情况下 只领先降级区的伯恩利2分